根据最新全球票房数据显示 芭比已经冲破了14亿美元 暂时未来2023年全球票房之冠 那么这部片子到底有何过人之数呢 四个字 女权主义 芭比被疯传成了一部推送女权思想 痛击男权社会的打拳电影 调奇性别对立就是她最大的卖点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反正票房的贡献者确实是女性占了大多数 姐妹们观影过后 纷纷打出了大快人心的五星好评 而大老爷们儿则没有评价 因为感到被冒犯 看到一半就已经骂骂咧咧的退场了 所以观赏这部电影 一定要看到最后再下结论 不要看到一半就骂咧咯 呆好我说也哥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2023全球票房女王芭比 每个孩子都有玩偶 而对于二世纪下半年出生的美国女孩来说 美泰玩具公司发明的芭比娃娃 绝对是一代人大童年标配 只需要几个芭比玩偶 女孩们就能玩上一整天的过家家 其乐无穷 这和男孩子喜欢奥特曼 大概是相通的 孩子们对玩偶投赐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他们依靠玩偶来模拟 以及探索世界 芭比娃娃的诞生 让所有女孩子都意识到 她们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大任何人 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任何目标 所以芭比世界就是一个存在了女孩无限幻想的乌托邦世界 于是一个虚拟的芭比之国就出现了 这个世界完全被粉粉嫩嫩的少女社所占领 所有的女性只有一个名字 芭比 经典款芭比是一个金发白人女性 她有着黄金比例的身材 有盐有钱有事业 租着大房子开着限量跑车 出席奢华会议参加各种派对 每天都过着精致完美的名媛生活 而除了金典款芭比日子晒过小仙女 芭比之国的其他女性也都爽上了天 因为这是个女权至上的国家 所有重要职位都有女性至上 总统是女大 律师是女大 CEO是女大 飞行员是女大 诺贝尔奖得主等等全都是女大 难道就没有男人吗 当然有 美太公司还与芭比配发了男款玩偶 名字叫肯 搞了一个触销套餐 买芭比免费送肯 这意味着肯就是个可有可无的正品 而且为了孩童的心理健康 肯还被设计成了不带半达 这就导致在芭比之国里 作为男性的肯 连最基本的男子气概都没有 所以男人们的地位不如狗 全是无业游民 连房子都没有 每天只能争风吃素 渴望得到芭比的青睐 但芭比从来没有把肯当回事 女人们继续享受着日复一日 没有烦恼的完美生活 直到某天在派对上 芭比突然想到了死 女人们被吓坏了 傻傻地盯着芭比 因为在芭比之国 第一位超权的女性们 从来就没有负面情绪 她们长生不老 永远貌美如花 芭比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反常 赶紧岔开的话题 但反常并未就此结束 隔天醒来 芭比发现自己竟然有了口臭 飞行的能力开始失灵 她那双天生只能穿高跟鞋的脚 也变成了扁平竹 她的大腿甚至长出了橘皮纹 这说明她开始编老了 芭比心急如焚 经过与众芭比们的讨论 大家觉得应该去找怪芭比问问 因为怪芭比曾经也是美若天仙 但由于在真实世界里 人类小女孩对她拉手吹花 疯狂投鸦 怪芭比变得又老又丑 颜值一塌糊涂 芭比将行将疑 指得去找了一趟怪芭比 事实的确如此 怪芭比一眼断定 就是人类女孩产生的负面情绪 传给了芭比 芭比必须要离开芭比乐园 去往现实世界 帮助女孩解决问题 她才能够获得救赎 可芭比一听就怂了 她出场时的人设 就是个傻白甜芭比 只会美美地喝喝下午茶 让她翻山越岭 去现实世界冒险 她不敢也不会呀 怪芭比说不去就要承担后果 你会加速衰老直至死亡 你自己看着办吧 没办法 芭比只能硬着头皮 踏上跨界之旅 只是没料到 肯竟然偷偷藏在了车上 芭比本就心怀恐惧 有个人作伴也好 历经连日的跨越山海 两人终于抵达了美地坚 第一经济大省 加利福尼亚州 两人的第一站是海滩 为了应景 还特意换了称西京的紧身衣 但很快 芭比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真实世界的男性 表达欲似乎很强 一见到肯 就竖起哥们牛皮的大拇指 但对芭比 却投去了反复打量的目光 这种带着挑逗的男性凝视 让芭比感到很不舒服 接着他们还遇到了一帮工人 光天花日就出演调戏芭比 耿直的芭比只能表示 他和肯都没有生子喜欢 一个是死女 一个是阉人 调戏她是没有意义的 但随后 芭比还是遭到了一个小流氓的席屯 芭比痛急色狼 结果还被抓进了警局 而且警局里全是男警察 芭比有点厌恶这个现实时机了 但肯的感觉还不错 他意识到了这里的男性 好像权力很大 和芭比乐园里的女权当道相比 似乎完全是颠倒过来的 而如今的芭比 只想赶紧找到女孩 解决她的问题后 返回芭比乐园 芭比让肯去别处逛逛 他要专心回忆一下女孩的线索 在芭比的记忆里 她是女孩刚上小学的时候 被女孩的母亲买回家里 陪伴女孩成长 如今的小女孩已经上中学了 进入青春期 有了独立意识之后 她与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 回忆到这里 芭比滑落里滴 心酸的泪水 她忽然品尝到了 除了快乐的时光 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的情绪 也不失为一种饱含意义的经历 正是因为有了痛苦做对比 快乐才显得更加可贵 她继续观察着周遭的人们 有人两两谈笑风生 有人独自欲语寡欢 仿佛悲欢交加才是人生常态 芭比的世界里只有美好 倒像是一种空虚的形态 而就在这时 芭比发现自己身边 还坐着一位 银发苍苍的老玉 她满面沟壑 但却仪表整洁 从容气定 别有一股不败岁月打安宁之魅 芭比由衷地夸赞 你很美 老玉淡定地打道 我知道 两人顿然开怀大笑 芭比通过老玉学到了一种新的认知 原来美是可以不被定义的 老去并不可怕 身材走行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心为行义 失去了深层的自信之魅 告别老玉后 芭比前往学校找到了女孩 她以一种挨斗重粉的姿态 降临在女孩面前 表明自己就是芭比本芭的身份 但女孩们并没有感到惊喜 还把芭比当做了神经病 因为如今的芭比娃娃 根本不是什么女性精神象征 而是让女权主义倒退了50年的罪人 经典款芭比那过于凹凸有志的身材 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物化 满足的是男性的欲望 可以说是物化女性的耻辱 还会给女孩带来身材焦虑 所以现在的女孩根本不玩芭比啦 芭比本以为自己是助力女孩成长的功臣 没想到却成过街老鼠啦 她眼泪汪汪的逃离了女孩们 但此时的芭却是快乐到飞起 因为她完全确定了 这就是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 通四处六半 肯看到了男人们可以尽情在健身房 挥汗如雨展示雄心力量 各大写字楼里高谈阔论的商业精英 也全是男性高管 女人只能当小蜜 大街上的明星海报挂的是硬汉史太龙 这个国家的历届总统也都是男人 原来几千年来 现实世界一直都是父权社会 这给予了肯无穷的自信 他认为只要是男性 就能在现实世界里担任重要职位 就像在芭比乐园里 女性当权一样 肯去了大厂求职 要求年薪百万 但人家的学历要求是 长春藤硕士起步 肯去连小学都没上过 接着肯又去应聘了医生 依然失败 最后只能去沙滩应聘救生员 这个倒是不要求学历 但肯连游泳都不会 因为在芭比乐园里 海洋是假的 遭遇接连的打击 肯只好带着几本 记载父权是历史的书籍 返回了芭比乐园 与此同时 美太玩具公司已经收到了 芭比来到现实的消息 CEO强烈地意识到 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公关危机 如果芭比在现实世界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公司的品牌形象就完了 所以必须抓到芭比 将其封一回包装合理 并切断芭比乐园 与现实世界的通道 美太公司找到了芭比 一件是母公司的人 芭比就跟见了亲人一样 认为美太公司高层 一定能帮他解决故障问题 于是他来到美太的高层会议室 CEO当即承诺 只要芭比回到包装盒 他的生活就会恢复原样 芭比非常高兴 居然这么简单 但同时他也有疑问 为什么美太的高层全是男性 这可是一家客户全是女性的公司呀 到底是他们懂女孩 还是他们在控制女孩的审美呢 对此 美太现任CEO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只是牵强说明 美太曾经的创始人 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而现在公司的管理层 也热爱女性 不管男人女人 都是母亲的孩子 等等屁话 芭比越听越不对劲 从芭比乐园下凡入室 她已经有了一些人类的判断力 意识到可能有坑 她接口去上厕所 赶紧溜之大吉 在大楼门口 芭比还收到了那个女孩 和她母亲的接应 母亲名叫哥利亚 她说女儿那里得知了 真人芭比的事情 其实玩芭比的 不是女孩 而是哥利亚 人到中年 事业家庭两招星 工作没有上层空间 女儿又寻求独立 哥利亚感到非常焦虑 于是便玩起了 可以无尽幻想的芭比 边玩边画设计图 什么衰老芭比 抑郁芭比 自杀芭比等等 因为哥利亚就是美太的员工 但在这个男性当权的环境里 她只能做个小秘 真人芭比的出现 给了哥利亚巨大的勇气 经过与追捕人员的 各种速度激情后 他们暂时摆脱了美太 但一直躲下去也不是事 于是乎 在芭比的提议下 他们决定一起返回芭比之国 幼时连日的翻山越岭后 芭比带着两个人类 回到了芭比乐园 但却发现 这里发生了颠倒式的变革 男人们挺起了胸膛 个个趾高气昂 而女人们纷纷沦为了 卑微的前口 全都围着男人打转 总统当上了啤酒妹 法官成了拉拉队 什么医生律师 都转行做了服务员 或者按摩小妹 所有女性都在服务着男性 甚至连芭比的大房子 都被肯占领 原来 肯靠着从现实世界 带回的大父权制思想 将芭比之国 改造成了肯德王国 一个父权制社会 女人全都变成了 男人的附庸 只配从事一些 没有技术含量的 服务性工作 这里是男权社会 绝对的父权之下 男人必须成为资产阶级 而女人只配成为物资 为什么芭比世界里的 男人女人们 那么容易就被洗脑呢 男的就不用说了 毕竟被压迫这么久 而女性则是因为 好日子过得太久了 心理数字完全就是 温室里的花朵 哥利亚形容得非常好 父权制思想 对于芭比们的入侵 就像16世纪 西班牙人带着天花病毒 征服美洲土著一般 吹哭拉秀 落后的原住民 是毫无抵抗之力的 芭比难以接受这种局面 为了逃避现实 他责怪起哥利亚来 认为是哥利亚的胡思乱想 才导致了他如今的悲剧 他从来都不想改变什么 只想生生世世 维持以前那种精致的生活 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芭比心如死灰 他既不是律师 也不是高管 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傻白甜 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干脆躺平算了 只期盼等到某天 哪个芭比能够醒悟过来 拯救一下这个可悲的世界 芭比的自我否定 让哥利亚想到了自己 她在现实中也是那么的不够出众 她是个很普通的母亲 无善言辞 她是个有工作的女性 不温不火 而女性在现实生活中 所被要求的还不止于此 而。 We have to always be extraordinary, but somehow we're always doing it wrong. You have to be thin, but not too thin. And you can never say you want to be thin. You have to say you want to be healthy, but also you have to be thin. You have to have money, but you can't ask for money because that's crass. You have to be a boss, but you can't be mean. You have to lead, but you can't squash other people's ideas. You're supposed to love being a mother, but don't talk about your kids all the damn time. You have to be a career woman, but also always be looking out for other people. 諸如此類的要求,數上三天都說不完, 反正就是女人必須完美, 不能變老,不能失態,不能自私, 不能炫耀,不能消沉,不能膽怯。 以上這些矛盾的要求根本就是男權社會的POA, 別說普通女人,聖母瑪莉亞都做不到。 所以哥莉亞鼓勵 Barbie,不用懷疑自己的價值, 你身材有志,心地善良,你是獨一無二的。 不要被任何規訓所定義, 人不可能樣樣出眾,其他 Barbie也一樣。 每個人身上都有著絕無僅有的亮點, 女性不該成為男人的附庸,不需要討好她們。 通過這套認知教育, Barbie們一傳死,十傳百。 所有女性頓然如夢出醒,找回了自我。 但明天就是修改憲法的公投日了, Barbie們必須趕在這之前瓦解男權, 否則 Barbie世界就會變成肯的王國。 現在的肯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大男子主義, 常攻翻身做主人,膨脹的不行。 所以 Barbie們準備專攻這一點。 每個 Barbie都要找一個肯作為目標, 對她投懷送抱,誇她有男子氣概。 往實力給情緒價值,讓她產生依賴性。 當她身陷其中無法自拔死,忽然挑刺貶低她的價值。 接著馬上投入其他男人的懷抱, 讓他們失去理智,為了捍衛尊嚴,自相斬殺。 果然,所有的肯都上當了, 紛紛將擒敵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 捧殺的確是最高級的毀人手段之一, 欲令其亡,先死其狂。 肯忙著發動戰爭,錯過了公投。 Barbie們又恢復了 Barbie之果,肯瞬間崩潰, 被哭成了淚人。在 Barbie的不斷安慰之下, 肯渐渐接受了現實。 她談論了自己真實的內心。 其實建立富犬之社會,並非她的本意。 她從降生之日起,就是作為 Barbie的正品男友。 她畢生所渴求的,不過是 Barbie的一點重視巴拉。 但 Barbie卻否認了這種想法。 她讓肯試者思考,你不是 Barbie的男朋友, 你不用去搶房子,更不用成為富有, 男子氣概的肌肉男。 拋棄這些外部牽掛之後,你到底是誰? 你到底想要成為誰? 也許你認為是那些社會的標準造就了現在的你, 但那並不是真正的你。 不要讓大環境定義我們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而是要問自己真正想過怎樣的人生。 聽完這些話,肯若有所悟, 當即丟掉了那些增添雄心力量的服飾, 其餘的肯也紛紛開悟,放下了荒謬的敵意。 一直以來,社會都在規訓人們,女人必須要精緻, 要保持身材,要有料而不膩,要性感而不燒, 要熱愛生而育女,要盡心服侍丈夫。 男人呢,要強壯,胸肌是標配, 不健身就沒有男子氣概,不掙錢就不配擁有愛情。 男人和女人都在被社會定義為標品, 如履薄冰的過程被束缚的人生。 芭比總統感到很欣慰,肯和芭比都能夠有所反思。 她向男人們承諾,在之後的日子裡會給大家開放上升通道。 男人們也可以通過考試和奮鬥, 擁有和女性同等的權利和社會地位, 無論男女都不應該被壓迫。 這時,美太CEO也跳了出來, 對這個男女合家婚的結局非常滿意, 並決定就此關閉現實世界與芭比樂園的通道。 但卻有一個問題,芭比不知道自己屬於哪邊, 她好像找不到自己的盡頭了。 就在她迷茫之際,芭比的創造者露斯女士出現了。 她告訴芭比,這就是她的目標, 讓每個女孩的人生不設限。 而芭比現在的矛盾就是, 她既不想停留在虛假的芭比樂園, 又不確定自己能否適應現實世界的生活。 何況露斯女士能允許她變成人類嗎? 露斯笑了笑,你根本不需要我的許可。 芭比問,是你創造了我,為什麼不控制我呢? 因為你就像我的女兒一樣, 我能期盼她,卻不會控制她。 母親能做的就是靜靜地站著, 好讓我們的女兒回手往事時, 能看到自己走得多遠。 聽完這些話,芭比踏入了現實世界, 換了一身清爽的職業裝。 哥利亞一家都為她加油打氣。 我們在這裡,你完成了! 你完成了! 好的! 我愛你! 你好,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你為何要來,我愛你? 我來看我的醫療醫生。 我愛你,我愛你。 你好。 芭比是格雷塔·格瑋格之道, 2023年上映的作品。 作為今年爭議最大,目前全球票房最高的電影, 芭比可謂是攥足了眼球,也攥足了刀樂。 很多人评价说 这是一部挑起男女对立的片子 但我不这么认为 一部虚构的电影而已 如果有对立 那说明在我们的世界里 这种对立一直都存在着 这部电影顶大天就是挑明了而已 首先我要说的是 男性观众没必要应急反应 男权社会是现实 至少在目前阶段 依然是人类历史发展所选择的结果 其次女性观众也不要盲目兴奋 大喊着打倒男权主义 建立美好的女权王国 电影里美好的芭比世界 也不过是另一种压迫 极端的女权主义 跟男权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要是交起真来 真正理想的女权主义 应该追求的是男女平权 但如今却被很多人玩成了女性特权 说白了 不过是人性里的自私自利在作怪 一直以来我的观点都是 男人和女人谁也不是谁的敌人 傲慢和偏见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